直接开了 直接开了 go 今天是一个2v3的一把 我们要刺激一点 这个CEO的一个UD呢 是属于不敢直视的那种 一旦你直视的话 你觉得要说 他绝皮是天王派乐的逗逼 好 上次我跟CEO挑战2v3是失败了 因为对手打得有点好 然后呢 不开那个让血 那个模式确实有点难打的 所以今天一个2v3的一个局势呢 就跟一共有点不同 对手三个同学呢 都是让了我们10%的一个血量 所以为了公平起见是吧 你们看 昨天我发了一个那个 哎 你闭嘴你 你那个UD很猛 你UD就最多比天王稍微逊色那么一点 但是你跟天王的UD比呢 你还是差了很远 天王的UD我带不动 我还带你 你别坑我好不好 我们现在是上着一个 TEDTV的一个高端洋戏 上档次的一个直播 你说不要乱来的 按照我们重新化来说 这就是啥 不要乱劈财是吧 一般像那个解放被打 忘那个同学肯定懂这句话的 哈哈 不要这样是吧 我说你说这个话 天王知道 天王这不拿着就打死你 真的假的呀 随机打不过你少在那儿吹是吧 我知道外面有某一个某一个 是吧 妹子看着你在那儿打直播 所以有时候吹牛不能吹太过了是吧 哎呀我这个鼻子有点塞 同学们那个不要介意啊 感冒还没完全好 好CEO这一把呢跟我都是一样的 我们俩都选了一个竹竹 不选竹竹的话死得是要惨的 哎 还成年王室你都提出来 你好意思吗你啊 所以说当年 其实那个CEO当年其实还是挺猛的 当年他是那个什么上海第一业余兽主 然后只可惜 哥当年16岁的时候打比赛 对吧 就为他赢过一把 但是呢 我们是后来是打了个4比1吧 然后是成功拿下了那个比赛的 那是我第一次打那个 一个周刊的一个比赛 反正挺刺激的 反正跟CEO也是认识了快10年了吧 反正我业余的就认识他了 然后经历过风风雨雨什么 真的假的 朋友家里吃饭都飞去了 哎呀干的漂亮啊这个 佩卷 佩卷同学你干的太漂亮了 其实这才是一个好同志 这个木头是不能乱挖的 这个木头要挖的话就直接破口了 破口了等会就打不了了 好对面的话是这三个点 这三个点的话我旁边是很安全的 感到漂亮一旦完全的的话 我有办法来开着这一个CEO的 对面一个健身之后 CEO家里去跑了 不看他这个样子 开启了认真模式是吧 毕竟外面有他的一个妹子在 打起来还是那个属于认真点的 他以前跟我打2倍 绝对是老坑我 不过这一把你们可以看到 CEO的一个 哎不对啊你 你啥情况啊 你健身出来都快被人家打成半血了 需不需要我来救啊 大叫三声是吧 叫我来救你我立马就过来了 不过现在来说你没有叫就不来了 哦原来是面对两 哦一个健身 完了对手好像是生智这个道理啊 要赢物要赢泰德的话 基本上要先打盟友 这打盟友不要这样啊是吧 然后去救一下去救一下 这个不救要死的 妈这个一来这人家下手好狠啊 要不要这样啊 所以说CEO这个 脸是一个不老神话 他从18岁长到现在为止 脸就没变过 哦我去这一来还是一本TR 你们玩的太大了 那个 要不要这样啊 啊来来来 先打健身的 打健身的快死了 这个健身 对嘛先把健身砍死 砍死了以后然后再打农民 我跟你说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有办法来防这一波的 其实面对这一本TR的话 特别是当有UD的一个情况下 对面是非常非常难打的 毕竟我们的一个 蜘蛛的一个数量是比较多的 而且最关系是啊 这蜘蛛点塔两轮他就没了 你看直接就没了好 哎呀 在说的最开心的时候 老婆给我倒了一杯药 然后手指了一下 像我这种吊丝 就立马苗瞳女神的一个旨意了 哎呀同学 你这个一本TR 塔完了呗 你还来 你再来的话小心咯 哎其实吧 真的让学友千万不要玩一个什么一本塔 你玩个一本塔就等于说是在送 不过CEO这个前期有点难打了 还好 毕竟他是CEO啊 来来来来 我们前期守下来的话可以慢慢 哎呀格呀 要不要这样啊 你要不要这样啊 刚才原来是 你们是有预谋的是吧 前面是烧了CEO 实际上是来打我的 干得漂亮啊 你们看 看我的视频看多了吧 这些小招数你们都会用了 还是有点厉害的呀 还好还好 其实还好啊 他要过去的话我们还要好守一点 他没过去的话我们还能打一点 你看我现在TP也用掉了 有点吃亏了已经其实 哎我说你追那么深干嘛呢 这把是一个2v3啊 战术什么的我们得重场技艺啊 不能按照一个常规战术来打的呀 真的有的时候你按常规战术来打的话 2v3那种Ev2那种都死的是比较惨的 所以我们要hold住全场 慢慢的来是吧 这里再又来了这个阶神 别逼我哟 我下车可是很重的哟 好现在这个情形看起来还是挺满意的 至少对面没有一波把我给端了 好这边是成功剩了一个三级了 好我这边DK的话完了完了这里好多边啊 这还得去帮一下的这不帮的话他要黑 啊你和这里 这连头当个CU真的是有点惨 人家脸人家都打他脸上去了 哎这里是有一个蜘蛛看能不能威杀掉 哼我第一个威杀用起来连我自己的 都害怕是吧好成功威杀掉了一只蜘蛛 再来说的话我看一下 其实他打2v3的话有些小技巧的 对面压那么凶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把对面这不给化解掉 哎呦这个剑圣别死了 剑圣死了救救不下来了已经来来来强点强点 别慌我我DR只是买个DR出来防这一步好防一点 哇这边CU的一个英雄是快死了呀 不慌 各有三级DK还怕你这种 最关是现在游侠打这种Rv3这个局的话 他能随时来一个应急的一个措施 好这边一个这剑圣剑圣有机会有机会剑圣要死了 好一发翔带他走归下好这里是成功打死了一个 剑圣我们这里的话要开始一个一个的点杀了 逐步点杀对面的一个部队 然后让他的一个部队变成我的一个骷髅 你看地面的骷髅是越来越多了好 这一波也算是我们手下的 哎只能说CU啊你长了一个仇恨脸你至于吗你 这人家都不打我的全打你 这个就不能怪我了是吧 平时我跟他有时候还开玩笑说 我们俩在大街上一般谁是更着仇恨一点的 然后他老说我看到没有 那明星所向啊大家打的就是你啊 现在的话我算了我去加几练级吧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不适合找人家打 这找人家打不过的样子 毕竟对面是一个三个人的一个局 你打一个别人你得想办法去把人家一波吃掉 而不是打一个消耗战 这打消耗战的话要被掉下来打的 好现在是尽可能的去弥补一下等级 因为游侠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打大国门团的时候 他有办法容易去秒人家一个英雄 哎呦这个瘦数现在是二百云升级完毕了 看来有两下子的 哎不要爆点了同学 打KRV3已经很难了 你这个爆点我真的没法玩了 我觉得这东西是吧 不能乱爆的呀 我的计划就那么一点 爆了点了真的有点难打的 哎呦这个大法师来了 不过无所谓我的部队就在旁边的 来我们大战一万回合 我正面一个大法师的话肯定要TP了 你不TP我名字倒着血 一发C一打来 我跟你说二级光环这个是肯给力的 看你有TP没哦有TP好 贴脸拿一发C 哎呦无所谓 还好他TP了是吧 名字没有倒着血 好这里的话对方TP了 这里一个点肯定是我能安安心的练下来了 不不是练下来 这一波烧倒是直接是没办法打我来了 啊哥现在是两框在手 但是两框的话有点虚的 哎这里有个野生健身 来一个沉默好漂亮 对方这被沉默了想走干嘛不可能啊 你这个还不够TP 不TP你就跪下了啊 不是爆点我不怕哎呦完了我被弹了 意外了一下 爆点我不怕的我怕的就是那个 比如像现在开矿这种是很出事的 等一下我打完这把 啊现在的话CEO现在是有点可怜啊 之前被人家打得有点残的 不过还好我们现在 这种局势来说对我们还是挺有利的 其实这个矿开起来就是来了个B团 别打脸啊同学 说好的打人不打脸你是啥的了 哎我这矿要没了呀 别拆我矿呗 我矿就那么一个你拆掉了我怎么玩啊 还好我的部队就在旁边的 这一波的话应该是能守得下来的 来我这里后面来了 你想强拆我的矿吗 根本不可能好吧 哎呦不对不对这矿被拆掉了 太狠了这个 哎呀我拆了我一个矿我换了他两个蜘蛛 横数来说都是我亏呀 这个我亏的其实有点多的 因为开矿的话代价还是挺高的你可以看到前面来说的我是这波开矿是让我伤了差不多五六百的一个经济 找找他们打一波哎这里有大法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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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变得漂亮这个秒差干的好 人家这个英雄是直接跪地上了以后来打剑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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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被我沉默当了哎呀我去哎呀他打谁去了算是一个一个点吧 中间这个点站到了以后就有很多那个好说哎对面有点开矿了过来一下过来一下这个 这有点开矿了可不好玩哎 哎这名dk是没tp的我看下等会能不能扎他围了 哎呦这个同学还在好这个健身是要死了哎一个什么没什么到 算了无数位站桩输出指的就是我了 好后面的话cus过来包过来了这一波漂亮来秒杀这个健身好 健身活动被打死了以后的话我这面部队还可以操作一下 小小的让我拉扯一下 哎好这一波的话打力气啊力气啊力气他一下来我把他沉默了打力气好漂亮来打小歪 要打这个2v3啊就不要去打什么 不对了直接是A英雄了A英雄才是王道好这面的一个骷髅数量是非常的多了来一发谁加回来好对面是想打死我的蜘蛛 这个小操作肯定是要做一下对他是吧不能轻易的被人家给围了好这面dk升到一个5级了 我就说嘛这个打2v3真的不能用常规的用常规一分是死的比较惨的要非常规阵容 才有一定的一个优势哎这面小卫打黑了 哎呦这里是属于丢亏气甲呀 跑得有点快呗 好 成功把对方给咔嚓掉了 现在的话还好我这面是起来了 一旦我起来了的话 我还没吃药呢 我现在还没吃药呢 我只是我老婆把药果泡好了我还没喝 好哥现在是三矿在手根本不怕人家打我了 说有的时候吧你要在边少人的情况下边来打 现在我们是四矿哦不五矿打对方三矿了 现在有一定一个小优了 不过优势也不能乱浪了是吧 我们要顺风不浪逆风不投 不过某时候没有投降那个东西的 哎呦谁又去找人家单挑了 看到没有这就是属于翅膀掌印了 是相当给力的 然后被人家钻地给修了 这面的一个力气的话应该是要掉起来杀了 这力气啥都没哎我把这个DK给沉没到了 啊这年头不开矿简直打不了好吗 我们也是要分下情况的猜 好这个5G的一个DK还是比较给力的 主要现在小骷髅很厉害 现在打这种RV3这种局的话 你只要能打死人家的一个边 然后小骷髅不停的出来就很凶了 哎呦呦 这一来来那么多下 我觉得这边打不了打不了 走走走走打不了的这个 赶紧走赶紧走 我要GP了我GP了 赶紧走CEO你这个不要命了 哎呦我都走了我去 你这个在不在被人家掉起来杀的了 这得看脸色形式是吧 人家都打得那么凶了 好现在的话我看一下 现在这个局该怎么去打也是有讲究的 因为现在不能说我们是已经盛世了 只能说是有点小优势 毕竟对面三家来说的话又没被我们打死 好现在我的一个钱的一个数量还是蛮多的 我看CEO家里有木头没 哎给点木给点木头 木头 我需要你的木头啊 这是一个2v2的一个游戏好漂亮 给了我木头的我觉得这个游戏可以玩了 哎呦我去我这个力气干不住哎 这个石头绝对开挂了 哎呦好多呀 来救一下救一下救一下这个得救的 这个不救我就没了呀 好 他从后面上来了 那我就要从前面来打 来秒英雄还是秒英雄我跟你说 啥都别管 像这种小歪直接给他跪下好漂亮 成功击他也是小歪也是 打这种2v3就不要去点什么边了 有事没事看到有一点英雄就直接杀 像这种力气的话是吧 好力气直接TP了 好人家是 被我们给直接打死了 这里的话一个大法师大法师来 一个抽篮 我去哎这大法师是没有装备的 好这波又是成功的守下来了 先打这种 我们还真的不能荒一荒要出事的 对面这里有个MK 算了MK饶了一命 咱们也不急着打你 骷髅在这的话还是挺给力的 现在三框在手的话 我得想办法去抱一个边了 不抱边的话是很难打的 毕竟拖不起 哎突然养一下养了去找人家打了呀 先从兽主开始打吧 兽主毕竟最弱 我指的最弱不是实力最弱 兽主主要是防守能力 没有其他族那么强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过去了 走禽兽们 跟我挥师南下 开始把他给抬出去了 好这个熊怪可以招了 哎 看到没有 三个熊怪一招 给力呀这个东西 这个熊怪还是挺给力的我觉得 站在这个矿堆里面的话 这个农民一会就没了 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高级的一个骷髅 好先拆这个矿再说 这个 这个什么地洞先拆爆了再说 谁要说断先断人家的一个 人口让大家有钱爆出边 然后这里来说的话 地洞一没有我就可以慢慢拿了 还有点杀农民的时候开始了 哎哟 我去 你这这还捡我边的感谢 当时我就吓到了 这好高端这个 哎不要这样 我的同学 哦你打我 哥这面是有东西的 我们是有料的好吗 这个小翔真的走差道了 你还不给我跪下 好对面的话是因为小翔死了以后的话 我现在开始秒力气了 力气他这面是没有一个 保命的一个弄一砸 哎快死了 算了继续追 我们要不停的追人家 好算了不追了不追了 哎先掉头打一下 好冰龙这里也有了 走走走走 哦这手术还玩是跑狼旗 别笑我好不好 别跳这个 死 哎我说 这里都还有跑狼旗的玩那么玩那么凶 你说我这个出个门容易吗 真的不容易 好这面有三个野生的一个狼旗 只要被冰塔给困住的话 他就肯定是死了 这个熊贵你告诉我他不厉害 都快把人家家给拆了 哎呦 谁又去找人家单挑了 这一波还是比较漂亮 哎漂亮 这个跳机是直接把人家给boss了 其实你们看到啊 90%学打起来都那么困难 我挑80% 70% 打起来不是更累 别慌CEO有我在呢 有我在世界充满了爱 像这个剑胜的话 立马该跪下了 来 杀剑胜从我开始好 对面的话是直接打出了一个机器 今天一个 挑战2v3 成功了呀 没有失败 还不错的 这CEO果然是用起兽足以后 就得像他那个本性了 兽欲打发 然后成功拿下了 你们100%呀 我90%就行了 我跟那个CEO90%就行了 然后这把3v3的话 是跟刚才的一个挑战 是有点不同的 其实你别 这你别说开了90%学很难打 是吧 以前我在VS练的时候 打20多级那种人都是开90% 90%学那么练的 这一把的话 我是出生在一个危险的一个点位 像这种点位的话 一般是很容易出事了 别激动别激动 就是重新战略 从来不拿起白打 是吧 我们都是懂得起的 只有四个字干的漂亮 你把裤子稍好先 哦好 哎呀 保暖措施做好了 现在的话 给 我刚穿裤子这个 就给我砍车 Cuz这把是一个UD 他的一个UD的话 实在不敢攻为 来吧 爆点吧 我在12点位置 打3v3 这跟2v3不同啊 2v3我打不了 3v3我可以打 哎呀 2v3爆点没问题的 就开矿这种的话 爆了的话就很难打的 好这把我还是用一个 DH吧 DH稍微好一点 全面一点是吧 本 本来开的血量都有点低了 你们得尊老IU知道吧 是吗 还被我打过的 哎呀 想当年我用个UD都被人家打 那也是惨的不行 哎呀 郭文贵同学直接瞎了 看不到我们说话了 看不到我就看不到呗 是吧 我们要用新感受 不要说话用新去感受 这个CU啊 看他那个建筑什么 那么不科学 哪儿打你啊 我是很少用那个TR的那种哎 说了打新号的时候刷分 没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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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我 我旁边是个UD的话 这一个通电塔我能拆掉 基本上他前面5分钟就是特别难打了 看 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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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就两下爆掉好帅气 前面打我去 你好玩的有点熊 小枪都跑出来了 你真是天上来的吧 哎 你的建筑有点厉害 这个建筑是好拼是吧 十分不能再多了 哎呀你这肯定打不死我了呀 我好歹也叫DH好吗 好 这里说啊 是把人家的一个部队给引出来了一点 对面用小枪的话 前期像这样被我烧的 他会砍人口的 而且砍人口的一个时间是蛮久的 哎呀 CU的这个UD我都不忍直视了 我只求他 不要拖咱们后腿就行了是吧 不看好他但是也不要批评人家 所以说我是90%血 但是我有90%血的一个打法 就是去买道具 买一下好道具就OK了 那肯定的 直播声音肯定会比那个 直播的声音比那个实际的一个画面 稍微晚个10秒左右 看到没有这就是奥特曼这个 看到没这个就是无码的人 跑得跟狗一样快 对面这个小强的话 他跟我怎么打 虽说我是90%血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 哎哟 我去这个部队有点毒呀 这伤不起呀 哎让放我一条山路是吧 好现在我开始秀了 这个 我去这个DH有点吓人呢 来慢慢来 我们要一刀一刀的砍 要利用这个小步法 小碎步知道吧 知道 厉害的DH是怎样吗 厉害的DH是边打他边都跳 哎还好 只能说 哎完了我又被弹了 那要把Q给关了 这老被弹有点不开心了 完了我这被弹了 不上波一围了 干得漂亮啊同学 我真的想唱一首歌呀 你伤害了我 这个真的伤害伤得有点深啊 这个我一被弹就被围了 算了算了算了 我还是买个买个传送吧 这年头用个DH不买传送 你都不好意思往大街上走的 没有啊 话说多了是那个 说话多了以后 对对对 我又没B3 没B3 说话是那个塔 哎呀同学你要不要这样啊 你开个花开造四个塔 那不行了哎 这里的话我要开始 切他这一个狗了 看 这里狗全部死完来 我把你招呼全部给打完 我要利用野怪的攻击力 把你的塔给活动给打爆 哎我说你这个 这么开矿有点不科学的呀 这个是属于在太岁头上冻土了 好 证明那个奥特曼的一个DH是活生的把人家小强给追了一个半血 我会说我打不死你我就不走了 你这个冰塔减速就减速就直接往里面冲 我就不信那个小强打不死你 来一刀 再来 哎无所谓 我跟你说你TP我也要来追你 你TP再多我也会追到你的我跟你说 一刀 来 最后一刀再给你砍死了 来 证明的话 那个小强死的话 这里一个DH就直接可以把人家 这些狗给收割掉了 其实我都是DH真的是属于一个奥特曼 像这样的一个装备豪华装 一个DH八百 干嘛你 哎 你真的是属于比赛可以输 这DH必须必须死的一个节奏吧 你这个全部农民起义吓到我了 不过你这个所有农民打我打不死我了 你这个是 这一幕是很尴尬的一幕 这个真的是放弃之聊的呀 不过这里的话 看一下 诶 C又是谁TP了 这个农民起义还真的是有点凶 算了 既然他有起义的话 我也是 不反抗了 随便拿 哎呦 我不能去冰坛那 冰坛那 冰坛那要给我死的 只需要慢慢的一刀一刀的砍进去了 好 走了 哎呀 你这个打不死我的 看好了来的 好 三门是已经升好了 我这一把是准备走一个 三变二暴熊的一个打法 谁暴一个纯熊就把你给暴出去了 其实上学对于暗夜来说的话 它是影响是最少的 因为他家里那个水的话 你你少他变相的喝水也更省一些了 然后买装备的话你还可以把那个 节血少的东西给调的回来的 西游这边是有矿的好干的漂亮 这一把的话 刚才那位同学是已经被打到放弃之聊了 其他一个同学的话 估计也是死的比较快了 好 等我一波熊德大薰走到他 部队脸上的话 他就可以C顾字败了 有的指环要啥用啊 我不要指环呢 三变二暴熊这个还真的是有点穷啊 穷的还是有点过的 好 走 就刚才那下UD 他放弃过一次治疗的话 接下来的一个部队 他肯定是在那扛不住的 同学你还要开框啊 太执着了你 你真的是执着 成都十颗心的 把他能走的一个位置全部都封死 然后他可以 哎 投诚吗 你在 干的好啊 我很喜欢你这种投诚的一个 那个诚意啊 真的 还有这个那个怪的话我不练了 我等怪把他那个通灵塔给打爆就行了 这UD绝对跟我一会的 是吧 其实玩水有在 就是说 有的时候就是玩无间道 你知道吧 看过无间道了没 这个水一般都猜不懂的 好 为了防止同学们说演员 我就直接把他给抬出去就行了是吧 哎 直接进来开始拆机地了 我们要公正公平公开 哎 就是 绝对跟我一个族的才是这样的呀 哎 CEO的话是找人家暗夜单挑 而我这边的话是找UD单挑 兽主在找这位同学单挑 哎呀 哎 坚圣咋升天了 算了不要在这细节 死英雄是为了增加游戏的一个乐趣 不过这家UD没了的话我这DH已经快升到四级了 哎呦 这次按放弃之聊吗 又卖东西了 别以为你卖东西就能跑掉 我来了 别以为你卖东西就能跑掉 睡眼子 睡眼子 我现在吃药冬 我冬会睡着的大兵 好 这里的话是直接把UD东西给抬出去了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三打二的一个局面了 哎 三打二 这个不用想都知道谁赢谁输了 主要是我这个熊德大军一巴掌一巴掌的拍 这个拍的也是人家不要不要的 其实熊真的是在当年打天地鬼的时候 就是这一个加烦恼还东加蔡佳特别厉害的 然后以至于后来熊那个天地鬼被淘汰 因为那个节奏太凶了 好给你100的木头赏你的CEO 平时请我吃夜宵 现在我赶紧的能还多少是多少 还完了以后我还可以再睡觉一点 哎呦 这里的话对面这个UD的话是 我不知道他车子收好了没有 希望没有伤害毁灭 没伤害毁灭的话他家就没了 他有伤害毁灭的话我这不还打不了 因为我没有对空了我全是些熊 不过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没有变毁灭吧 要变毁灭啊现在早就变了 我也等到那么久了好 现在是拆家 看到没有 熊德拆家就是那么自信 就是那么厉害 那拆家术真的是刚刚的 有一个NC连击打的有点疼啊 不过不怕 哥友 来 看到一家把两家就是那么自信 熊德这个东西 拍起来简直不要命了 哎我的一个操作还是OK的 这里两个反了环通一加 然后这个熊德拉扯一下变回来 然后这里一加再来一加 然后这里的话对面是没血了 这残血的这些 熊德是吧 特别厉害的 然后这边DH生了一个5级了 对面那个DH躺地上了 现在大量的一个熊德往人家脸上再走了 来 Come on 哎我这个熊德是不能轻易的死了是吧 哎呦 一个罗 罗你把他砸死了我没办法 然后对面这一家的话 优地是基地也没了 然后剩下的话一个维杀漂亮 在成功维杀DK然后对面是打出了一个GG 哎呦 同学你那个塔边那点多呀